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出生的万子良还没在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待上几天就被舍弃 后又被养父母匆匆带去了香港 上世纪70年代 香港文娱产业兴起 娱乐圈先后出现了四位杰出明星人物 人称四小龙的李小龙 成龙 狄龙 梁小龙 随着而来的是香港演艺圈的巅峰时期 毫不客气地讲 发达程度仅次于美国好莱坞 当时香港的青少年几乎都怀揣着一个演员梦 辗转于参加香港影视公司的造星计划 也就是各种训练班 1976年 19岁的万子良考入了香港力的电视台 后来的亚式的议员性联班 毕业后在该台任职演员 第二年 凭借出色硬朗的外表和高大威猛的身材 万子良顺利出道 在尔东升 狄龙主演的古龙电视剧《三少爷的剑》中 饰演了谢小峰一角 崭露头角 1979年 万子良第一次钢丹主演 搭档赵雅之首次出演惊悚片《丰杰》 这部由一宗真实谋杀案改编的影片 上映后提名获得了多个奖项 而万子良也从一个极极无名的小演员 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 二 与周润发对戏刘德华当陪衬 一个帅气的小生犹如一颗自带光芒的星星 在香港演艺圈开始冉冉升起 很快就吸引了亚式的老对头TVB 拍摄完古装剧《大内群音》后 万子良已经成为了亚式的头号小生 但也就是这部剧之后 他将未来的发展压在了TVB 并开启了拍摄《少氏》影片之路 1986年 内地追星一族 大敌还记得这么一个景象 万子良被人海团团围住 大街上寸步难移 粉丝影迷们高喊万子良的名字 对比30多年后的现在 即便是流量明星 怕也显见这样的场面 这是万子良和郑玉玲 刘佳玲 吴启华主演的电视剧《流氓大亨》 还不后 他来到内地宣传的景象 看到这一幕也就能了解 万子良的名气和影响力 该剧拿下了当年香港电视收视率的冠军 直接被引进到了内地播出 在影视剧中大多出演正觉的万子良 对《流氓大亨》中 吴启华饰演的反派角色非常感兴趣 后来他也如愿以偿 在电影《江湖情》中搭档周润发 饰演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 那时的周润发已经凭借英雄本色 红遍国内外 但和周润发对戏 万子良表现得当仁不让 一个反派角色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刘德华在片中都成了两人的陪衬 以至后来电影续集《英雄好汉》出来后 万子良已经到达了和周润发齐名的高度 尤其是片中万子良给周润发点烟的镜头 帅气潇洒又谈媚 小人物心里刻画的入目三分 成了一代影迷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无论是在电影《大头仔》 《望角卡门》还是《古惑仔》系列 无论角色是正还是邪 万子良举手投足间总有一股 大哥风范 而此时塑造江湖大哥类型的电影 在香港乃至东南亚都颇受欢迎 万子良的影响力走向巅峰 三 提携周星驰 其实不管是戏里戏外 万子良都将大哥风范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提携后背上也是如此 1986年的万子良是香港娱乐圈的香伯伯 不久就和周润发齐名 而1986年的周星驰在影视圈跑了多年的龙套 受监制李天盛的举荐 终于有机会主演了一部单元情景剧《哥哥的女友》 当时还担任某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周星驰 在演艺圈坚持了很长时间 即便大多是龙套角色 但长时间的低谷 还有自成一派不被认可的表演效果 让周星驰一开始坚持演戏 喜欢演戏的决心也动摇了 后来拍完《哥哥的女友》 他认命了 算了 我是真的没有天分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英雄情节 讲江湖大哥故事的电影《罪卖座》 而周星驰不论是形象还是语言功底 都没有大哥大的范儿 周星驰已经思考要准备另寻出路 不想浪费时间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 紧接着1987年周星驰和万子良 郑玉玲等人一同出演了电视剧《生命之旅》 万子良现场看到周星驰演戏后 夸赞了他一句 咦 你很有天分哦 一句来自江湖大哥鼓励的话 给了周星驰重新站起来的动力 但早年周星驰在采访中 说起这段小故事 说到万子良的鼓励时 本来表情淡淡的他 突然咧开嘴角 坐直身体笑得很开心 后来万子良主动提携他 帮助他 把他推荐给了李修贤 并在周星驰打算拒绝导演 霹雳先锋的邀请时 劝阻他 给他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周星驰也没有辜负他的一片好意 凭借该片拿下了人生第一个金奖 在电影伴奖礼上 周星驰寥寥寥数语 但情真意切地感谢了前辈万子良 镜头扫到台下 戴着墨镜的万子良 笑起来大哥发十足 四 为爱卑微下跪 周星驰拿奖后 万子良亲自带着周星驰 拍摄了几部影片 捕风的汉子 他来自江湖等 帮他探路 两人就这样 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1992年 万子良和女星田妞 在TVB万子千鸿喜迎亲的直播下 举办盛世婚礼 邵逸夫主婚 梅艳芳 任达华 张卫健等 圈内明星大佬见证 毫不热闹 而不论年龄 还是资历上都数不着的周星驰 成为了万子良的伴郎 虽然盛大 但这场婚礼看热闹的也不少 田妞当时婚恋失利 和所谓的前夫生了一个女儿 万子良和一个带着脱油瓶的女明星结婚 一开始就不被认可 但结婚典礼上 万子良却当着众人的面许下誓言 三个人一条命 为了不亏待田妞和女儿 万子良和田妞一直没有要孩子 可惜的是 四年后两人还是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 万子良是期盼有一个家的 在和田妞的这段婚姻之前 她和当时不满二十岁的女星 邓翠文相恋过一段时间 当时的万子良年近三十岁 想结婚 而邓翠文不满二十岁 恋爱过程中自然小孩子心性 不过万子良也确实宠她 毕竟是她的初恋 曾经两人闹别扭 盛名在外的万子良 在大马路上 给邓翠文现场下跪承认错误 只是这种性马多了也难以忍受 更何况邓翠文年纪太小 不喜欢受到管束 脾气一上来谁都挡不住 两人恋爱一年半 万子良还是难以继续下去了 和田妞结婚后 万子良放缓了事业脚步 影片产量也开始减少 再加上喜新厌旧的观众 已经看腻了大哥耍帅 江湖慢慢的不再是他的江湖 万子良转变了事业中心 1997年后 万子良隐退来到了内地 做起了服装生意 还自创了品牌 可惜隔行如隔山 影坛上他是大佬 商场上他却是个零经验的小白 生意越做越差 钱都打了水漂 走投无路的时候 这名影帝也得靠走血度日 商场失忆 情场得意 2002年 45岁的万子良和出生河南洛阳的一个 小16岁的空姐 郭明黎结了婚 有意思的是 郭明黎是万子良的忠实粉丝 从12岁那年就开始喜欢万子良 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还记得1986年 万子良去内地宣传流氓大亨时 被粉丝组成的人海团团围住的那张照片吗 人群中就有郭明黎 只是这次结婚相比较和甜妞的那场盛世婚礼略显寒酸 曾经当伴郎的周星驰也没有出现 其实商场失忆后万子良重新回到了演艺圈 本来打算东山再起 但英雄片的市场早已颓败过时 而被万子良提携的周星驰自成一派 凭借无厘头的喜剧风格 在电影市场早就劈开了一条阳光大道 1999年 周星驰准备拍摄电影《喜剧之王》 找来了万子良出演片中卧底警察的场务角色 但调整拍摄档期的时候 周星驰和剧组人员忘记通知万子良 导致万子良在现场干等了几个小时 后来知道缘由后 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剧组 没办法 周星驰找来了吴梦达顶上 这就是为何在影片最后特别诬陷的名单里 依然有万子良名字的原因 虽然排在了第一位 但对于两人感情而言 与事无补 再后来 万子良因为家族遗传性的糖尿病 长期服药 身材走行 发福 福种 在影视圈彻底消失了一段时间 在出现时 也只能出演一些小角色 六十来岁的他 用种老太不负当年雄资 不过想来 万子良应该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那些过往的辉煌历史 也是一段奇妙的人生经历 经历过也没有什么不甘 正如他之前感慨的那样 时代不一样了 和周润发一起的英雄片时代 只能成为回忆 三十来之后 与事件上是不甘 无聊 四十来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